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次要和剛認識的朋友介紹我自己的時候 我總是覺得特別的困難 但達文西說過簡單是最高級的複雜 那麼我就嘗試用一個很高級的方法來回答大家 我很喜歡旅行 我的工作是旅行 在旅行的時候我經常在工作 然後我的發現 我的思考 我的想法 都寫成我的專欄或者出版的書 還有行程的規劃上 最近我去了一趟巴黎的羅夫宮 這是一個你去了再也不想要回來的地方 羅夫宮一年要接待一千萬名的遊客 那麼多人我想蒙娜麗莎也笑不出來 這時我留意到一個韓國導遊 他給他的參加者每個人身上 都分配了一個無限的接收器 他自己拿了一個小凳子 就坐在他們前面 用他手上的iPad 還有iPad上面的圖片跟視頻 來向他們講解羅夫宮裡面的藝術作品 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我知道他們的體驗肯定 和我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法羅群島 它是一個很烏露的地方 但是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海角天涯一樣的風景 當我朋友說我要到法羅群島的時候 他們問我的第一個問題 不是法羅群島有什麼好玩的 而是法羅群島在哪裡 那法羅群島呢 是位於丹麥跟冰島之間 由18個島嶼組成 它的面積只有兩個新加坡那麼大 還是我應該說那麼小 法羅群島呢 有超過三百天都在下雨 而且天氣變化無常 所以當地有一種說法 如果你受不了這裡的天氣 那麼再等五分鐘吧 法羅群島只有大概五萬名的人口 但是卻有超過八萬的綿羊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當地有好多好多的無人商店 比如說這間是一家 規模比較大一點點的 你只要打開這個鐵箱子 裡面有很多當地人所製造的 比如說果醬 香腸 還有奶酪 上面都明碼標價 然後你看到喜歡的 你就可以帶走 然後把錢投入在 那個旁邊的一個收音箱裡面 然後再下一家更小一點點的 剛才那家是位於一個人口 只有十個人的村莊 這一個是開在我們野餐的桌子上面 老闆賣的是羊角 羊角是當地獨特的一個紀念品 既然當地的綿羊比人還要多 那麼或許他們可以考慮 用綿羊為他們打工 在這樣偏遠的一個地方 人力資源十分的匮乏 法羅群島要如何讓全世界的人 看到它的存在 於是他用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方法 來刷存在感 過去在谷歌地圖上面 是沒有法羅群島的Google Street View的 當地人為了讓全世界看到它的美景 他們就把攝像頭放在羊的身上 這些到處亂跑的羊 就會記錄下這些美景 然後上傳到Google上面 後來這樣的一個舉動 其實引起了很多人對法羅群島的關注 包括我 然後連谷歌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向法羅群島 提供了100個很專業的365度的攝像頭 把它們裝在更多羊的身上 當然他們也裝在人的身上 然後就把這些上傳到谷歌的地圖 這樣到處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看到法羅群島的風景 法羅語其實是一個小語種來的 大概全球只有8萬人使用 那很自然的在Google Translate上面 是不可能會有法羅語的 當地人為了保存自己的語言 讓更多人認識它的語言跟文化 他們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方法 你只要在網上面輸入你想讓他們翻譯的詞句 這些詞句就會分給當地人 當地人會用視頻的方式 把這個詞語翻譯出來再放上網 這樣你就可以學會了法羅語 同時也見識了當地人的熱情 那有局限才有創意 法羅群島的經驗告訴我們 創意並不是只有大公司或者是大國家的專利 我在旅行的時候 特別喜歡關注一些當地人生活的場景 我覺得越多人使用的地方 越能夠看到創意 比如說機場 這個是北京和上海的機場 那上海的機場呢 你可以看到呢 當地的工作人員 在遊客還沒有抵達行李運輸帶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些手推車放在旁邊 方便他們使用 我覺得一個越以人為本的城市呢 就肯定就是一個越移居的一個地方 那對我來說呢 這些工作人員都是設計師 因為他們改善了一個人 抵達機場的一個體驗 同時也讓他對一個陌生的城市 產生好感 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是有教一門課 是關於中文文化產業的 那我會鼓勵學生們 用設計思維的方法呢 來進行思考 並且希望這個方法 對他們將來的工作有幫助 於是有很多人問我 你是設計師嗎 那我當然不是 我也沒有上過任何設計的課 但如果我們把設計看成是一種 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麼我就是設計師 而且我覺得每個人 都可以成為設計師 那到底設計思維是什麼呢 他其實是設計師的一種思考方式 他的工作的方法 然後慢慢演變成 以人為本的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 現在新加坡政府十分推崇設計思維 連小學生也可以接觸到設計思維 然後也在生活中去實踐它 設計思維的邏輯十分簡單 它一共有五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同理心 我們可以通過和別人聊天 觀察發現他們的需求 然後把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給定義出來 當我們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或者另外一個問題的時候 不同的問題呢 其實都需要不同的解答的答案 你的問題定位的越精準 你得到的答案越正確 那定義完問題之後呢 你就必須去開始構思 比如說今天的演講呢 我到底是要講我自己的故事 還是我希望我的故事 能夠啟發到大家 因為不同的問題呢 你必須構思出不同的內容出來 設計師在工作的時候呢 其實往往炒圖之後 不會馬上進入生產過程 他是製作一個模型出來 那用這個模型幹嘛呢 就是用來測試 受到更多受眾的一個反饋之後 他們把這些反饋呢 好好地考慮 然後加入到他們的產品裡面 慢慢把這個產品打磨成 大家更能接受 也更貼近使用者需求的產品 這是一杯我在馬尼甲喝的豆漿 它很漂亮 然後我在小店裡面 點了這杯豆漿的時候呢 我就看著Andy呢 把他的那個椰糖慢慢沿著這個杯子呢 倒進去 然後再慢慢倒豆花水 就形成了這個很漂亮的花紋 我覺得Andy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Andy就說 因為有客人點了 很喜歡 覺得很漂亮 拍上網 然後就有很多人會去光顧它 我覺得另外一個Andy 在冰城更厲害 他可以用傳統的這個海南咖啡袋 拉出像星星一般的花朵 很厲害的 然後他的店呢 原本在路邊攤 現在已經開到咖啡店裡面了 然後對我來說呢 這兩個Andy都是設計師 因為他們改變了我們喝飲料的體驗 然後這一個是我個人的旅行經驗 去年呢我去了布賴 這個是在吉蘭丹內入的一個小鎮 那每年的觀音蛋呢 就會有好多的布賴人在外面打工的 回到這個小村子 參加這個遊神的一個活動 這是當地人請我吃的這個發糕 很好吃 他說是家裡做的 那我就想說天下沒有白吃的發糕 我必須幫他們做些什麼 那我就想說我可以幫你把這個發糕 發給來參加油神的人 當時我想這個任務太簡單了 我只要跟他們說 這個是免費的 這個是很好吃 家裡做的 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當天天氣特別特別的熱 很多人都沒有胃口 他們都拒絕了我 說不餓啊太累了 我們快想快點結束 然後我為了完成任務 我必須停下來想一想 到底來參加這次遊神 他們有什麼需求 於是我改變了策略 我跟他們說這些發糕都是拜拜過的 吃了就有保佑 結果很快的發糕就分出去了 我當然不賣發糕 我有賣書 以前在孤獨金球大概工作過十多年 可能有一些人有聽過這一本旅遊指南 當時來自總部的工作人員來到中國來培訓我們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什麼是以人為本的設計 我們就一起坐下來討論開工作坊 了解中國旅行者的需求 比如說中國旅行者喜歡吃 所以我們的餐館推薦必須是好的 中國旅行者喜歡拍照打卡 我們必須提醒他們幾點鐘進入故宮 陽光最為漂亮拍照也最好看 很多人都投訴說我們的書太重太厚 像磚頭一樣帶出國 十分不方便 結果很多旅行者 他們就把我們的書撕下來 然後撕得破破爛爛的 然後帶上入伍 我們就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一本可以拆分的指南 方便他們把他們所需要的章節 好好地拆下來 帶去旅行 也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那回到新加坡之後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也做過出版什麼 那我就回到我比較熟悉的出版 但是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工作 在出版的過程中呢 我也擁有了很多設計思維的想法 從封面的設計到內容的結構 到行銷的策略 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 我給新加坡寫了一本《馬來西亞》 這本書呢既然是一本旅行書 那封面也很重要 它必須是一張好看的圖 最好是人家一看到這個圖片的時候說 我想到這個地方去 結果做了好幾個封面 我都打到書店裡面 偷偷地擺在那邊 看哪一個最搶眼 那我們故意把這個題目 那書名呢 做得比較模糊一點 因為這樣的話呢 遠遠看呢 這是一張很漂亮的封面 近看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書名 那人們可以停留更多時間 在這個封面上 就可以刺激他們的購買欲 那因為做了這本書之後 我也做了好多好多旅行團 帶旅行者到馬來西亞 看看書裡面寫的一個世界 到底好不好玩 冰城坐三輪車呢 是一個我個人覺得挺無聊 而且挺遊客化的一個體驗 當時我就想一想 我可不可以為我的旅行者呢 他們參加的人付了錢 可不可以有好一點的體驗呢 那我就想說好 我就給他們同樣的 每個人分配了一個無限的接收器 他們坐在三輪車上 島優也坐在另外兩輛 一邊經過一些大街小巷 島優就開始為他們講解 遇到好吃的小路邊攤的時候 我們一停下車 馬上下車幫我買了這個 很好吃的白糖糕 就這樣我們改變了一個 旅行的體驗 設計思維可以用來改善旅遊體驗 可以幫助我們的工作 同時可以幫國家解決很多社會問題 包括交通問題 這是京都一條特別繁忙的街道 到處都是購物中心 有去過的話 肯定有在這裡逛過的 那他經常堵車 那要怎麼解決堵車的問題呢 很多人會想說 好 我偷寬街道 我徵收過路費 但是京都想出了一個 與眾不同的方法 他用堵車來解決堵車的問題 因為我們回到一個開車者的需求 你為什麼要開車 比如說你為了方便 為了更快能夠抵達一個目的地 但如果你把這條路弄得更窄一點 再也沒有人敢開進去 因為一開進去就把你堵死了 所以京都很聰明 而且這條路弄得更窄之後 釋放出來的空間 就會讓位給那些其他的公路使用者 比如說騎自行車的或者是走路的人 這樣不是有更多人可以得到好處嗎 新加坡面臨著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就是我們的人口老化 到了2030年 每四個人中有一個是超過65歲的 因此在城市規劃的時候 必須考慮到老年人的需求 這個是新加坡著名建築設計師 Waha所設計的老人公寓 他也得過了2018年的世界建築大獎 當你要給老人設計公寓的時候 你會考慮一些什麼 比如說有小販中心解決他們吃飯的問題 比如說有診所讓他們能夠看病 比如說有菜園廣場讓他們能夠社交 然後另外房間裡面要有防滑地板 甚至有緊急按鈕這些都有 有一樣東西是很多人都沒辦法想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使用者的需求 比如說這些老年人他們到底有什麼需求 你就或許能夠理解為什麼這個設計師 要在這個老人公寓裡面設計一個托兒所 因為新加坡人有很多的老人都要幫孩子帶孫子 所以有這個托兒所可以方便他們 他們不用跑來跑去 那也有人問我呢 設計師那麼好用 可不可以用來解決人生的問題 提升我們的幸福感 那我上網搜了一搜 的確是有很多人提供了一些方案 比如說它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都是用Design Thinking的想法 來解決我們這些人生的一些問題 但我還是想分享一個我個人的一個經歷 那故事呢還是得由法羅群島開始說起 就是蠻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法羅群島 這個島是比較偏遠的 大概要坐一個多小時的船 再走一個多小時的路 才可以抵達這一個燈塔 特別的漂亮 我在這裡遇到了一個老人 他是丹麥的醫生 已經退休了 他來了法羅群島 大概二十幾次 今年來了 明年還要來 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他問我一個問題 你們新加坡是法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 當時我就想說這個老人 肯定沒有到過亞洲 那我們回到Design Thinking 設計師會的第一步 就是感同身受 多多了解別人的需求 了解他們的想法 或許這樣的想法 能夠刺激我們的思考 老人的需求十分簡單 他只要每年都回到法羅群島 對他來說 旅行不用去很遠的地方 但我們自己的需求呢 我覺得每當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回到你的心裡面 到底問清楚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那如果你已經找到 你自己喜歡的地方呢 或許你再也不需要旅行了 木星說過一句話 我特別的喜歡 為什麼人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他們要愛可愛的 吃好吃的 看好看的 我可以加上多一句 做自己喜歡的 因此我們旅行 謝謝大家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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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